第一次看到 加醬 我第一次去Costco 買XXXXX10 我一播一下就可以有這種贈 這一個呢 太便宜 而且也太好吃了吧 哇 又到了我們的 Costco 開箱系列 這一次我們真的買了很多 我們以前沒有買過的東西 還有近期呢 網路推爆的各種新品 還有大家的推薦 我們都要來幫大家試試看 那我們三月份呢 就是繼過年過後的第一次大採購 我們就來看我們會採購哪些東西啊 一樣我們先把要冰的東西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首先第一個就是這個 超級無敵酷 冷凍綜合港式點心32路 它裡面有冷凍蝦餃啊 冷凍蝦仁燒賣啊 冷凍干貝蝦餃啊 冷凍菠菜蝦餃 荒爛方式當然你可以水煮啦也可以用蒸籠嘛 最主要呢它可以微波 但是還是要加水 立刻你的餃子就上桌 但是重點來了 好不好吃 那我們晚一點再來幫各位做開箱試吃 那這個的價格是 它的裝法是怎麼樣 啊 很可憐 一次就很快要這樣一盒 要冰的還有這個 將將這次莫莫買的啦 食安牧場的杏仁豆腐 這一次傳到一個 沒有這種布丁類 冰起來我們最後一起吃 杏仁豆腐的價格是 198元 接下來呢就是沒有緊急需要冰的東西 但是我們有一個東西想要先開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現在有這個辦公室嘛 所以我們買一些東西的時候 至少不是放家裡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辦公室可以放 那最近莫莫就有一個東西 他說他可能生意做的比較大 他想要買 將將 我第一次去Costco 買計算機耶 OMG 而且還是日本的 他可以幫你算稅率跟清晰的機會 給大家看一下他後面的這個功能跟規格 你可以自己考量 如果你是需要做計算相關的工作的話 我覺得還蠻適合的 就是還蠻方便的 可是呢稅率好像只有這一台可以用 它上面呢有這個切換的 加兩台三四九 這兩台都那隻 你要哪一台換哪裡 重點是你要一直有錢可以算 對不對 試試 換一次錢 怎樣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很喜歡去好市公買的 就是 Dandy啦 因為其實喔 電池算是少數喔 我們會一次蠻大量 也不怕用不玩的東西 就是 因為電池蠻多地方都需要數到 對 尤其家裡有小孩喔 玩具齁 那個電池更換之速度 或家裡有 喜歡打電動的啦 搖桿啊 什麼要換的 啊現在幾乎都充電了 也還好 需要電池的狀況下其實蠻多的 所以呢 我們每一次去買都是直接買 那我們買的就是三號跟四號 這樣分別的價格是 一顆一塊多 就熟耶 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把這個很高的這一噸放下去 衛生局 一包一百抽 二十四路 兩千四百張 多少錢 我不知道大家去Costco都會買哪一個品牌 有些人好像特別喜歡他們自己吃下來 但他們自家的那一款 有時候品牌就很高 對 有點像看你運氣 我根本是覺得 書節的厚度啊 還有柔軟程度 書節算是品質比較穩定 還有一個是這個啊 玄桶的廚房紙巾 我們就是用他們家自己的喔 這總共有十二桶 一桶有一百六十張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一下 你要先試吃哪一個勒 你爽吃哪一個 吃哪一個 好 那你先試吃你最愛的 富果樂水果麥片 香蕉巧巧克力 風味 有焦味嗎 沒有 跟之前的那個牌子聞起來差不多 聞起來好像是真的跟之前你的那個差不多 對啊 有一點焦味啦 但是我覺得這樣也好 因為我有時候說香蕉口味的什麼東西 我都發現焦味太濃 這個有一點很淡淡的 但是反而巧克力的偽禁香味蠻多的 你說你平常你都怎麼吃啊 富果樂配酒奶或優格 我覺得這個是蠻好吃的啦 如果是小朋友要吃的話應該也會不錯 就是對小朋友來說真的太健康 富果就不愛吃蔥嗎 富果要吃那個 加熱式 香甜芋片 那這樣一包是多少錢 800顆 299 這個是網路上很多人推的喔 飛海盜的 車輪蛋糕 車輪蛋糕 它是這樣一包一包 總共有四包 一包有八個 八四三十二 32顆 人家要說這個很容易 它就是這種單獨的包裝 好香喔 感覺像是你親自在現場吃的感覺 就是剛出爐 然後不像這個 所以可以放一段時間 可以放到八個錢 對啊 這個我覺得還蠻值得買的 比如說跟朋友聊天 拿一袋出來 擺在盤子上面 泡個茶 或者是喝個什麼 聊天的時候可以吃的小鈴唇 這個我推喔 這個可以喔 這個的價格四包是 329 我跟你講這個呢 一定得買 太便宜 而且也太好吃了吧 很適合一個下午茶的時候 好桌起來慢慢享受 你一個下午茶吃八個是嗎 跟朋友一起 我有朋友 什麼變成 牛爸 牛爸可以吧 我們兩個吃八個很合理吧 可能就不太夠了 在下面這一位呢 是新的 它呢 是經典英倫鹹甜爆米花 跟之前仿山那一把 Costco之前有一款賣到現在還在賣 在它旁邊 這個太大包了 我買過 吃超級久 吃不完 吃到它又潑起來 我就發現 欸有比較小包的 一樣是鹹甜口味就買來吃一看 來看一下它的這個顆粒感 這都可以耶 好脆喔 好多層次喔 鹹甜鹹甜切換 還蠻好吃的耶 可以買 真是重點來了 價格 這樣子一大包一酒吧 這麼大包耶 可以喔 這個可以慢慢吃 這一次的零食都沒有雷 讚 關於氣泡水的部分喔 也是我們固定都會買的啦 250ml的35瓶 其實我們家也是有氣泡水機 但是我為什麼還是買了這個呢 我想說可以放公司嗎 另外一方面呢 我覺得他們家的氣泡比較舒服 自己打的有點粗 也可能是我技術不足 但是我就覺得 他們家的氣泡喝進去的時候是舒服的 你知道氣泡水有多的氣味多的時候會很刺 刺感累積多了你就會 大哥 這是你個人的問題 是我個人的問題嗎 還是大家也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的氣泡水 我個人是最喜歡的 再過來就是最近討論非常熱烈的喔 新品提令 冰潔調酒 功成草莓口味 聽說超好喝 很多人在推 %數呢是4% 果汁是0.3% 沒酒嘛 所以給妹喝嘛 一打開 草莓味就噴射出來 有個食物跟這個很香 它沒有什麼酒味 所以你會 一直喝 對 你是多喝一點啊 晚上好像減吃 白身是有目的的 把妹要放倒 結果我自己喝完了 怎樣怎樣怎樣 想起來是什麼味道 草莓跟那個方和那個口香糖 球球球球的口香糖 所以是好喝的嗎 算好喝的 這路是 479 那我們接下來要試吃兩樣東西 蝦餃子 它的杏仁豆 就覺得你們一直叫我拍的 是怎樣 這是 老師多 熟食師 買的 泰菲珍珠奶茶 不難喝 但是有點太難 欸這杯有50塊耶 它是加鮮奶的 它的珍珠口感跟 Seven啊 或全家賣的那種 珍珠奶茶的那個珍珠奶茶 差不多 我們已經把它弄 把它加熱完了 我們這個是用微波的方式喔 哇 很精靈剔透 好我們來試試看它的燒賣喔 裡面的那個蝦味還蠻香的 你看這個菠菜裡面有看到甜味 喔有滿滿的菠菜纖維耶 還行耶我覺得要需要蘸一下醬油膏 我們是吃原味啦 如果能夠有一個醬油膏 或什麼 你活該啊 這個好吃的耶 我覺得你可以去買死包回家 蝦餃是還蠻好吃的 可是它比起那個燒賣有點小遜色 燒賣吃起來比較香 它裡面有很多芭菜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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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這種就是 料理的方式很簡單 弄出來就 超好吃的東西 它不論哪一款 它那個皮都Q到 有一個不可思議 它好酷喔耶 它好酷喔耶 嗯 我最喜歡的是最後的 干貝 這個我猜 加個水 然後微波一下就可以有這種 讚 喔這個裡面有干貝 它是每一款裡面都會包一點 它有蝦 再過來最後就是這個 杏仁豆腐 烤杏仁教學 昨天它聞茶 沒有加樂福的味道 加樂福 每次經過它賣杏仁茶的 還可聞沒有很重耶 好吃到 你吃一口看看 喔 吃進去還是很有那個杏仁味 啊以上呢就是我們這個月 COSTCO的開箱 之前是一個月一次啦 但是現在因為 消耗的速度有點慢喔 所以幫大家開箱的速度有點慢 反正這就是我們 最近一次的COSTCO開箱 那這一天裡面 你最想試吃哪一些 或者是說 你有沒有推薦現在 COSTCO什麼新品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有要去COSTCO 那當然可以做一些參考 如果呢下一次還想看 我們開箱COSTCO的話 記得按下按讚訂閱 我們就下個禮拜見啦 掰掰 掰掰 有效期限到3月15號 喔那很短喔 今天11號囉 可是我們沒有在看 太薄了 那時候好幾張 就這樣擦了 然後就砰 破掉 這樣子 不是你啊 不是你大便有沒有要多錢